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AMWatt News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文翠山的脱欧协议在下议院里面惨败 432对202 很多保守党议员倒戈 事前五六日已经传出风声 保守党里面有很多人 对于文翠山的执政后时代 都开始有些准备 这次的前因就是卡尔梅伦在2016年发动公投 当时最初他以为可以过关 是留欧的 但最后都是倒戈 当时的高文浩 Michael Grove和Boris Johnson 都是脱欧派的大员 甚至被人说他和一个独立党是眉来眼去 所以最后就虽然卡尔梅伦落台 这两个人都没得做首相 看回整件事 其实当时的公投 可以说是一个民粹未十足的公投 他们打出的口号就是要自由和自主 另一方面其实也提出了很多 就是当时英国每年要给以十亿磅计的钱 欧盟相当不划算 可以用钱在民生上 最后以一个很轻微的百分比 令脱欧的方案通过了 但是其实就真的看到了 民粹始终要落地 落地的时候 你就真的讲一些实际的措施执行 无论在这个所谓人流 移民 或者这个通货膨胀 在这个物流运输方面 关税其实英国和欧盟之间 其实在过去的一段很长时间 已经是物不可分 现在你要逐样去谈的时候 不是说没得谈 而是谈完之后究竟 英国民众是收不收货 其中一件事令到英国民众相当不满 就是英国很多的零售 或者一些粮食业的业界 但是他们计算过 如果一旦是脱欧的话 由一些欧盟 尤其是东欧过往的成员国 他们出产的一些农产品 可能会令到食物价格 是升幅超过三成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已经是令到 英国的一部分民众 对于自己脱欧还是留欧 就重新去思考过 其实不单止是民众 在商界来说 其实也是反对声音相当大 尤其是一些在英国撤厂的一些厂家 因为他们如果一旦脱欧的话 他们面对的出口和关税问题 都是要重新谈判 经过政府谈判之后才有着落 所以无论是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大型商会 其实都对于脱欧甚至硬脱欧 是相当之忧虑的 甚至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除了商界和民间之外 在这个政坛里面 甚至乎是现在推行脱欧方案的保守党 一些大佬级人物 好像是马卓安或者彭定康 都发表过一些言论 对于重新第二次公投 是持开放甚至支持的态度 这个就看得到 其实今次这个脱欧方案 在下议院里面不获通过的话 在现在的英国的民情来说 确实的反弹不是那么大 因为英国的民众反而 现在是想一个下台阶 是怎样可以进行第二次公投也好 或者有些人也会想就是说 究竟有没有一些折衷方法 是比就这样去硬脱欧 或者协议脱欧 都可以来得 是比较上没有那么大的冲击或者损失 不过这样 今次其实下议院做的事情 可以说得对于英国的民主进程来说 是有一个相当之坏的影响 亦都是犯了天下之大不惠 因为如果你说 从一个英国在欧洲里面的民主 一个这么先进的地方 走得这么前的国家 亦都是在二战来说 其实英国是少有的一个欧洲大国 是未曾试过淪陷给这个纳粹德国的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就会见到 今次英国的下议院 如果真是做出这种反对民意 逆民意的方向的话 其实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状况 究竟你说往后会是怎样呢 有很多人就估计 其实就可能这个文翠山 就会再一次就和欧盟谈判 也都有很多的英国的一些的 舆论或者一些的统计 都觉得这个工党 其实那个不信任动议 过的机会不大 但是反过来 其实又有没有人从文翠山的角度去想过呢 文翠山本身其实是一个流欧派 当时是帮卡梅伦推销这个流欧方案的 但是呢 最后呢 就不敌他的两个旧党友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两位 Boris Johnson和高文浩 Michael Goff他们的脱欧的声音 喊得更响 所以最后呢 他唯有是执行这个 他自己都有点而不情愿的 这个这么艰巨的任务 所以其实呢 我反而就会想 其实在这个时候 文翠山会不会主动提出辞职呢 这个呢 是我自己心里面呢 仍然是觉得呢 是有一定机会出现的一个状况来的 因为文翠山本身已经做了两年多这个首相 而且在现有的政治环境里面来说呢 其实要他在一个所谓三日 或者在三月二十九号 这个脱欧死线之前 再去做功夫 跟欧盟再谈多一次的话 究竟是否真的能够拿到方案回去 而下议院又通过呢 这个我自己都相当大疑问 反过来说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聪明 或者有智慧的政治家 既然现在去到一个这么尴尬的局面 民意和下议院这些民选的领袖 意见相左的话 他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夹在这个中间呢 反过来说当日大推脱欧的一些保守党的大员 他们固然现在仍然在保守党 在下议院里面佔多数的时候呢 他们绝对是有能力出来接棒去做这个首相的 不过反过来说大家又有没有留意 近期其实无论是Boris Johnson也好 Michael Goff也好 甚至乎一些之前都有传过的名字也好 这一刻都是正如指水的 那就证明这个上位呢 在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呢 其实没什么人是想接的 反过来说我觉得工党的领袖 其实现在提出这个所谓不信任动议呢 我觉得科尔滨先生都只不过来说说一下 那究竟英国的脱欧命运会是怎样呢 我想未来一段短时间里面就会更加清晰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